哼哼 Zen老师已经来到我们这里啦 大家好 大家记得我们之前之前呢 有一集就是访问了Leslie老师 也就是我们的灵气导师 那么其实Zen老师呢 那个时候原本我们是有计划 就是访问老师的 可是刚好老师那时候有工作在身 所以就留到这一次 那么其实Zen老师你本身是一位灵气导师之外 据说你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冥想导师 那我觉得就是跟大家一起学习 你看你看每次都是一定有一个官方的 大家互相学习有没有 谦虚的开场 因为冥想其实很困难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容易进入冥想状态的 你知道我前几天我就是在我的IG那边 我就做一个问卷嘛 没有想到原来有这么多朋友对冥想有兴趣 他们有提出了各种各样关于冥想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都已经把它准备好在这里 非常期待 我觉得各样的问题都很好 为什么就代表大家真的想要做这件事情 愿意做这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 现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先向我们的剪辑师致敬 因为今天不知道 我觉得字幕会很多 对因为问题真的很多 所以现在我就要开枪哦 老师接住哦 来吧 你在这个冥想的这个部分是已经有多少年的这个经验呢 大概有快 七年左右 就是带领的部分 但是其实从小到大就是 一直都有 禅修 静心 冥想的习惯 从十岁左右开始 这么早 哎我想象不到 因为我孩子九岁 我想象不到我的孩子十岁给我说 妈 我要冥想 哎 哎 等一下 刚好 就是喜欢这个东西 天生喜爱的这种东西 所以我天生就对静心 冥想静坐 或者是修行 从小就觉得自己有兴趣 所以后来还去 转席出家国 我真的没有想到 每天念经长大了 哇老师我真的突然之间有点 吓到耶 从小就很习惯就是 自我修行的部分 所以就是后来我们开始 创办五十五刻之后 我们就开始发现 原来每一个人 他的身心状况 大家都好像有一些不平衡 而且越来越多人不平衡 例如哪一些情况 不好睡 免疫功能失调 OK 然后第三个呢 是他无法专注 现在太多人的注意力 已经被分散了 然后你想手机啊 各式各样的讯息 一直集体意识 不断的去抓取你的注意力 所以说 大家开始忘记 怎么专心 怎么跟自己相处 所以透过冥想 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冥想到底和打坐 是有区别的吗 宗教方式的话 当然宗教有就是一些 比较所谓 安全的方式 我觉得他们 像几千年来 大家去试验过 发现这个方式是OK 像禅修 然后其实各宗教 都有一些相关的 我定义它为 内在力量的训练 因为其实我们平常会练核心啊 练肌力啊 等等就是外在的 可是内在也是需要训练的 你的内在越强大 你的内在越平衡 你的外在自然就越平衡 我们说内在健康了 外在自然也会因为内在健康 而有些提升跟改变 大家也知道现在这个社会大环境 就是有一点混乱 对 我们不说时事 我们就说你整个人 你单纯的呆在这个地方 很容易你会觉得 不懂哪里 不躁 然后有点不太稳定 然后不知道怎么样 把心静下来 然后又觉得自己好像又很赶时间 就明明你也没赶什么事情 可是就觉得好多资讯 一直在抓取你的注意力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大的问题 我才刚接触修行不久 可能就几个月的时间 我不知道对不对 我可能接触冥想的时候 我是跟着一些引导冥想的音频去做 那么老师他就会在这个音频里面 告诉你 让你去观想 不管是内观也好 或者是观想一些你去到一些场景 然后透过这些地方去疗愈你的身心 这样的感觉 先不说很像我们训练自己为灵机那一方面 那个就比较深层一点 我是说大众一点的可能就是静坐 那是完全他就不像冥想 会有一个导师跟你说 你现在要看到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要怎样去调整 静坐就完全是靠自己去沉静下来 然后无杂念 这个是我的一个现阶段的一个理解 不懂对不对 广义来说其实是一样的 狭义来说我们当然是有一些区别 冥想就肯定有人带领 肯定有老师带着你 那这个老师他带领的方式 他能不能让你就是不要陷入二元对立 能不能进入空性 能不能到一个就是 比较有空间的状态 什么叫有空间的状态 他不会让你陷入情绪 陷入情景 让你继续产生执念跟执着 老师刚刚说的二元对立 就是说有对有错 可是其实当你进入修行的朋友 你就会发现到其实这个世界上 真的没有绝对的对错 如果你真的有二元对立这种想法的话 你自然而然你的执着和分别性都会出来 然后就会让你自己本身越来越多的那种内耗啊 困扰啊 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叫正念冥想 正念冥想的话在科学上其实有很多的研究 就发现了它可以对应我们身体的专注度 也对应我们情绪的稳定度 所以说你的左侧的前额叶会更加的活跃 左侧的前额叶 好专业数研 研究之后发现有几个好处 第一个你会很理性很客观的看事情 今天如果我们很容易陷入情绪 或陷入一个情境 或是我们刚刚讲二元对立的情况之下 其实你是没办法做出一个最好的决定 或是最圆满的决定 其实是很危险的 然后第二个是它可以让你情绪比较稳定 比较正向 那正向的情绪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 它也是一个会让你比较待人亲切的状态 所以你就开始与人为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况 听老师这么说到现在 我们就知道冥想跟打坐 可能静坐很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冥想它是一定有老师带领 可是静坐可能我们没有人带领 就是静静的坐在那边 我自己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很难进入那个静的状态 然后如果是说打坐的话 我们要分很多层面来看的话呢 如果你是真的是要比较深一点的打坐 也是需要有师傅带领的 对那我就不说那一块 我只是说静坐和冥想 原来这是它的这个区别 广义来说 其实它会是道教跟佛教 是 但其实基督宗教或西方的一些 各式其他的宗教 都有相关的内在的训练 所以这种内在训练 它们有些是像苏菲 它们有苏菲旋转舞 它们透过旋转的方式来进行 这也是它们的打坐方式 我们也有走路的禅修 然后有洞禅 然后也有喝茶的茶禅 等等的 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可以达到静心的效果 是我之前跟我老公聊到静心这一块 我老公就说 其实他每一天都在静心 我老公是刺青师 刺青师我们在做纹身的时候 我们也是一呼一吸 然后慢慢的很专注在这个线条上 我发现到当我在做刺青的时候 自己的心特别的沉静 这也是很像内在的一种训练吧 对其实说实在的 当下的觉察你是不思善不思恶的 就是你没有善恶的区别 你就好好专注的做好这件事情 光交的训练其实对很多人是很困难的 现在你教大家去翻书看书 大家可以看多久 对其实这个是非常是需要训练的 那其实什么时候需要冥想呢 我自己的习惯是每天都会进行冥想 OK 然后第二个是在做一些重大决定之前 一定要进行冥想 你才能更理性更客观的看待 你的人生的重要决定 你很容易被情绪 或是被所谓的就是外在的价值观 给牵引着走 这其实蛮危险的 我觉得任何时候都可以冥想 那最好的情况之下 我自己带学生是希望他们可以 定时 定点 定量 定点 你这个空间它会有空间记忆 像你去禅堂 或者是佛堂 或是寺庙 来去一些圣地 你去了之后 你就可以感受到 很平静 很舒服 而且你在那边你怎么做都很有感觉 很容易进入安定的状态 所以这个是空间记忆 要是你可以在你家有一个这样的空间 我们教授的是神圣空间 要是有这样的一个神圣空间待着 这个空间记忆会越来越强大 现在可能需要花10分钟才能静下来 但是如果这个空间 一直不断有这样的记忆 累加上去 能量一直累积上去 你之后可能会有更短的时间 就可以进入状况 所以定时 定量 定点 那么老师你会觉得说 一个比较好的冥想 是要多长的时间呢 每个人的生性不一样 我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那我们也不太喜欢给一些标准答案 或者一些限制性的思维 所以其实每个人要试着自己去练习 你可以先做短的开始 然后再做长的 但如果说今天你在做短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开始烦恼问题 一直不断的涌现出来 其实那个比较不像冥想 那个叫妄想 所以如果说你要先从短时间开始 去看见自己内在的状态 那我会建议啦 你还是要先整理一下自己的心 你可以先给自己一小段时间 去把那些你还没有烦恼完的事情 先大致放下 先大致解决好 之后 你再来好好的反观自己的自行 来去练习 所以短时间跟长时间都可以 那我会觉得一般人来说啦 大部分的情况之下 大概20分钟 30分钟 其实是比较刚好的 一个过程大家也很会 腰酸背痛 然后开始 尾椎哪里 开始不舒服 这是平常没有训练嘛 那第二个是就是这个时间点 比较刚好是比较不会影响到大家的正常作息 我刚说定时定量定点嘛 那假设你每天有个10分钟的时间进行 好好的深度进行 其实那个效果会非常强大 总比没有的好 对对对就是短时间的进行 其实就可以了 就有观众朋友说呢 他们知道冥想对心灵有帮助 可是对物理上就是你的身体健康上 会有怎样的一个提升吗 在很多的科学研究上 他们发现就是 会提高我们腹脚感的神经系统 所以说你会更加放松 现在还有一个叫多重迷走神经的理论 多 多重迷走神经 尤其是我们腹脚迷走神经 它其实会协助你完全的感知到安全感跟放松 因为我们的体内会开始分明一些多巴胺 或者是一些内肥胎 催产树等等的 所以它对我们健康有非常多的好处 你会很开心 你会感受到幸福 而且还有一个大家最喜欢的好处 它可以回春 很多修行人 他的容貌会停留在他开始修行的那个年纪 或者是有些人会越修越年轻 为什么 他气色变好了 他身心平衡了 他的我们讲体内的阴气阳气 开始自然而然的契机长痛 当然就是会感觉年轻啊 好我们这里放上Leslie老师的照片 谢谢 在老师的十几年龄是 好问题耶 其实你跟Leslie老师 我比较小一些 一些 小一些 哦好就这样子 回到刚才就是很多实验 实验结果发现 就除了回春之外 跟免疫力会变好 然后你的自愈力会提升 发现我们自己的学生啊 通常只要有进心冥想之后 气色马上差很多 心情跟心绪 心思都比较稳定 因为其实情绪 跟你身体的健康状态是 非常的息息相关的 好像我之前 我有大概有十年的那个 焦虑症和恐慌症 我几乎那时每一个月都会感冒一次 然后我会头疼 我会失眠 然后你会一直觉得 你全身哪里都不对劲 然后我就一直去看医生 各种的看医生 可是怎么查没有啊你没问题啊 你的神经线影响你的情绪 就是互相的影响 然后再影响到你的身体 对 互相循环 所以冥想它绝对 不只是帮助你的心灵而已 它肯定对你的健康 也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你只要好好的进心的时候 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现象 你会开始发现自己的身体的气 开始不一样了 为什么你开始会比较充足 而且你进心冥想完之后 反而更有精神 对 更有精神去应付 就是你的社会 你要面对社会上任何事情 所以说 我觉得精神影响的力量 其实非常的大 有很多朋友就很担心说 冥想会有危险吗 为什么有些人说 冥想很容易走火入魔呢 如果是真的有存在危险的话 要怎么预防 这个就属于 似是而非的言论 如果说真的那么容易招鬼 那么容易走火入魔 如果真的那么容易怎么样的话 OK 那前提是 你的状态也是一样的 今天假设说 我认为冥想会招鬼 那他就一定会为你带来力量招鬼 那今天如果我觉得冥想会为我带来招财的力量 那他就一定会有招财的效果 如果今天我觉得冥想会有开悟 开天眼的效果 那他一定就会有相关的 这个一个是自我的设定 以及你的自我催眠的一个效果 那我自己觉得说 冥想跟精神的目的是干嘛 让自己稳定 增加青睐 会有什么效果 你的能量场会稳定 OK 然后你的气场会更加强大 那这样代表什么 代表你的光 你的能量是很稳定的 所谓不好的力量他们很难去影响你 相比较尽心平常招鬼 我觉得你去做坏事 或是用一些非法押物 或是过度的酒精等等的 那样子的能量不稳定 才更容易招鬼 关于这个我也是有 小小的看了一些资料 因为刚开始修行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是非常的很多焦虑 我这样做会不会引来不好的 就像他们说会作火入魔啊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呢 其实回到你的内心 你的初心是善良的 你并没有任何的那种 我想要名下提升我自己之后呢 然后我要用这个来怎么样怎么样去练才 就是看你的自己本身的那个心性和你的出发点 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 我内观的时候我发现到 一切都是出于善的时候 我发现我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因为如果你真的在打坐的时候 你听到一些声音或者一些画面 他让你去做一些什么 可是你自己也有判断能力的呀 你明心见性的话 你有判断能力 你知道这个东西会有不好的影响 知道我这样子走的话 我会走偏 那你随时都能够觉察自己 你能够把持着自己的话 有什么妖魔鬼怪出现的话 我都觉得已经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最后是 此心动念 你的此心动念是纯的 是真的 是善的 那自然你的结果 就比较有可能是真的 善的 比较正能量的部分 我们刚刚说的这些东西 静心迷想 打坐 念经等等 这些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是 这些都是修行的过程 所以我们静心迷想也在 明心见性 好好去调整我们的心性 所以我觉得 觉察当下非常的重要 这几个是一直在提醒着我 静坐 冥想越久 你的觉察力 你的觉知力就越会提升 然后你只要保持在觉知的状态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觉醒的过程 这就回到刚刚我们问老师的问题 全部都是取决于你自己本身 对 情心动念很重要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都是一个过程 对 有些人他会开始 就是原本他以为自己好像很强大 但是他慢慢慢慢修行 进行之后 他发现原来自己其实 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他开始修正自己 所以这也是一种过程 挺好的其实 对 反正就是 如果说大家最好 还是要在安全的方式 有学会一些安全的方式 来去进行冥想 会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要怎样去 去保护自己 在安全的状况之下进行 我们用灵气的话 我们是用建立神圣空间 会保护好你的气场 可能要有好的老师 OK 或是好的 我们现在有一些冥想音档 不错的音档 那你自己要去判断一下 是这个老师他的状态怎么样 OK 这个冥想音档 大家听了之后的回馈怎么样 OK 如果都是还蛮不错的话 那基本上是还可以相信的 我们Podcast上的那些冥想音档 大概都有超过好几万的点击率 就是它是我们排名最前面的 我们才发现说原来大家 很需要就是一个冥想的指引 OK 会让我们不会太迷茫 会让我们自己比较稳定 安全的方式有几种 第一个呢是安全的环境 你这个环境比较干净 然后舒服 然后呢 你不要被打扰 什么叫不要被打扰 你的手机会突然响 你可能进去那里面突然吓到你 然后或是别人会突然开门 要吵到你 像这样子会被中断 会被打扰的环境 我们会觉得不太安全不太安心 那你环境安全之后 你会有刚刚说到的空间记忆 每天定时定量定点在这个地方 把这个地方慎化 那自然你就可以 让自己更容易进入状况 那我自己觉得你可以用一些 鼠尾草 或是艾草 乃至成香 只要点一些就好了 不用点它不要让自己 点雾明漫了 对太闹了 所以就是点一些些进化空间 这个效果其实非常强大 然后第二个我会觉得说 就是你可以学习放空 假设你还没有找到 安全的冥想方式的话 你先放空 就像静坐那样 对 先好好放空 你知道 其实有一本书叫放空的科学 我们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们一般脑神经回路 是走固定的脑神经回路 这脑神经回路 它只会提供你一些 你以为只能做的一些 限制性的解法 OK 就我遇到问题 我的解法就是这样子 因为我从小到大都这么想 但如今你放空的时候 你会创造一些 新的脑神经回路 新的脑神经回路 它可以怎么样 它为你创造新的解法 新的可能性 这时候你的整个脑神经 会有我们讲的神经的可塑性 你就会开始 让自己有更多的可能 那我自己觉得就是 舒服的音乐 好的频率也很重要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安全的方式 我觉得你可以建立类似 我们的神圣空间或保护场 怎么建立 最简单的方式 其实就是 你去提醒 你相信的守护神 知道神 或者是 你从小到大相信的神奇 有些人可能是释迦摩尼佛 有些人可能是观星菩萨 有些人可能是观星菩萨 都可以 只要你相信它 你就可以用心 真诚的祈求神心的协助 帮你建立一个神圣的保护场 跟能量场 那个效果 其实非常非常的好 这个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到的吗 对 简单讲教大家怎么说 就是 祈请我的守护神指导灵 祈请神圣意识陪伴我 让我的冥想 能够平衡我身心灵的能量 并且疗愈我 并且能够让我疗愈这个世界 感谢你 像这一段话很重要 它包含几个 就是一个是祈请你跟神性的连结 然后第二个是 你开始 你不只有自己 你开始心怀宇宙 心怀世间 心怀众生 以爱出发 是 然后最后 一定要表达感谢 对 感谢神神的协助 那老师我早期的时候 我在冥想 我会习惯性的很像 观想自己 从心轮这里 散发一个光 有时候是白光 有时候是金光 然后慢慢的包覆我 然后慢慢这个光 到整个空间 我去观想它 是保护我的一个光 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其实这种就是 扩大疗愈的方式 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的心轮 本来它就代表的是 爱的力量 爱人以及被爱 所谓的内在的力量 其实都在我们心轮 那我们用心轮的力量 慢慢的去扩展 去让自己观想你的力量 是可以无远佛界的 这个也是一种心性的训练 所以我觉得这个 不只是你 必是提升的方法 它也是一个自我保护的方式 然后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一种 一种油然而生的那种爱 慈悲 对那种compassion 对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心轮 本来具有的力量 对 所以你会有点 好像有点感动 有点想哭的感觉 这很正常 你们常常看我哭 不要怪我 哈哈哈 我们都有相同的经验 也会这样子 所以感受到爱 对我觉得我们不是爱哭 你知道吗 先平反一下 我们只是比较容易 能够感受到 大家的这种感觉吧 宇宙的爱是那种无条件的爱 你会觉得他们 比我们爱自己 还要更爱自己 你会觉得他们是比我们 更爱自己 而且更相信我们 更守护着我们的 好感谢他们 那种感激之心 你真的是 不知道该怎么感谢的 可能很多 我们现在的社会 也许你会看到有一些 迷失的人 可能有一些犯罪的新闻 其实他们 本来也有机会 可以像这样子 爱着与被爱 只是也许大家 因为可能生活上的一些因素 然后就屏蔽了这种爱的能力 所以如果真的 可能你目前看着这个视频 你们不管你们现在生活上 有多少的挫折也好 尝试给自己一个机会 去接触冥想 或者是其他你自己觉得 很适合你的喜欢的那种疗愈的方式 透过这些的训练 我相信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而且你会更容易感受到爱 感受到慈悲 而且你会开始做一件事情 叫做五条件的爱 不求回报的爱 你们觉得这很正常很自然 你就是会想要做这件事情 我们刚刚讲的不是零星废话 是真的有没有 就讲到好像哇好多鸡汤 然后就哇好神圣啊我们好伟大 没有没有 其实每个人都会这样子的 真的这个真的是有用的 因为我发现当你真的很像在修行的朋友 你也是凡人 我也会发大脾气 现在你修了之后 你会发现 马上的发现到自己的这个情绪 然后你会意识到 哦我不应该这样 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这么的执着 为什么它让我生气 我应该怎么去面对它 慢慢的你的生活就会变好 它不是马上 看见自己内心真正的问题 你要先看见才能够清理 清理之后就能够超越 好我们这一集应该会有分三集来说 对不起我讲不完 觉得跟老师聊 真的很好聊 很多东西可以分享 相同频率的人都会一直看下去 我相信 如果真的你还是会觉得 好像有点不安心啪啪的话 你就是找一个你觉得很不错的老师 有老师在 我觉得他有一个最简单的好处 显而易见的好处 所以他会帮助你战胜惰性 真的 我们人就懒了 对不对 我就很容易啊 反正我今天没有什么安排 我就耍费 其实耍费一天也是很好的一天 是可以的 偶尔让你耍费非常好 就是如果有一个好的老师 的确是可以协助你战胜你的惰性 可以帮助你好好的去觉察自己的状态 为什么 老师在前面带领你 不管是线上的带领 或是现场的带领 他的能量常都会影响到你 他的思维 他的冥想过程中 他能够散发的保护场是能够守护着你的 那老师 你现在是有在开班授课吗 就是冥想的课程 平常有灵气课程之外 我们也有冥想课 那有线上跟线下的 所以我们 呃 观众朋友们想要上课都可以 对 我们可以预约 然后可以安排 那或者是我有一些就是 就是阴档 就是我会有一个阴档库 冥想库 ok 就是可能早晨做什么样的冥想 ok 我的心轮要做什么冥想 ok 我的心轮要做什么冥想 然后的美心轮 我的顶轮要怎么样去冥想 会有一个冥想的资料库 到时候我再来分享给大家 好 然后这一次呢 我也为我的会员们 就是争取了一个福利 呃 因为老师他很大方 平时老师这些课程都是呃 受课就是有收费嘛 可是老师也愿意说 很像为我的会员们 录制一个呃 呃 音档是可以帮助大家的 那之前我有在我的会员的那边呢 就有询问过 大家对怎样的一个冥想感兴趣 大多数都选择想要知道 进化磁场和提升自身 强化能量的一个方式 所以会员们 就可以听到老师的这个音档 然后呢 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 呃 老师的IG 还有无时无刻的IG 以及他们的Podcast 大家都可以从里面得到 很多相关的资讯哦 大家 现在新年刚刚过去 可是没有关系 因为ZEN老师呢 还是特地为大家准备了这个 这其实就是春年 那春年其实代表就是祝福的寒意 那其实很多人他们想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想要有一个安全的能量场 这个它可以有一些比较简单 比较基础的神圣空间的能量场 所以它贴着基本上它可以有一些保护的能量在 这里可以看到里面有一个像一个空间 创圣护俗 就是我们叫创造神圣空间的守护力量 帮你创造一个神圣空间的一个功能 那么老师非常慷慨 已经准备了非常多份 我看应该有百多百多张 然后也有我们有画很多灵气符号在上面 所以它的能量特别的稳定 简单来说就是有加持过 所以这个不只是给我的会员朋友 所以大众只要是你有缘来到我们海源刺青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选出来 然后寄出去 所以我就是会放在我的那个海源刺青店 直到大家拿完为止就没有了 那么大家可以过来拿口号 然后就说小花花宇宙最强 就可以了 然后你不要一次过拿那么多张 然后出去摆摊卖 就是一人拿一两张可以了 对对对送给大家 非常谢谢Zan老师以及无时无刻 对因为现在呢 其实外边已经有非常多的朋友 等待等一下的这个水晶大会 然后我们现在要抓紧时间 如果你想看一下水晶大会 这一次我就没有记录 不过上一次我有记录这个影片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具体整个状况 非常的殊胜 那么有没有说晚上不可以冥想 这个问题太有趣了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假设很多事情晚上不能做的话 那说实在这些上一半的事情都无法做了 是因为老师这样讲呢 我能够理解如果你只是局限于早上的话 可是很多人早上就不得空啊 那么你不就一辈子就没有这个冥想的机会了吗 初时代只要你有空 OK 然后时间情况允许就是最好的时间了 我个人比较小的一个看法 就是如果你是比较敏感的体质 我会比较建议多一点是在早上 有阳光的时候去做 因为在我们这边就是可能我师傅那里是有说可能体质偏樱 然后师傅就会建议我说那你就去在白天 尤其是有阳光的时候 因为我们可以吸收阳气 这个对我们调整我们自身的磁场有帮助 不知道老师会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吗 就我刚刚说定时定量定点 定时时间点 你可以设定在白天 可能你觉得在白天比较安全 阳气比较充足的方式真的很好 那定量时间 时间的部分就是一样的长短跟深度 那定点 maybe可能是一个神圣能量点 可能是寺庙 可能是你喜欢的地方 安全的地方 其实都挺好 你想如果你能够在大自然 在树下 然后听着蟲蜜鸟叫 有没有就是各式各样的美好的力量 在你身边守护你也不错 大家自己决定 舒服 我们这边不给大家太多限制性的概念 有很多朋友反映说 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就是总是没有办法静下来 再不然就是浑浑欲睡 到最后都睡着 那怎么办呢 好 运动 比较喜欢身心灵的人 大部分是比较偏近的 是 对 比较不爱晒太阳运动 跑步啊 然后参加比赛等等的 大家练一下自己的身体 先把体气调整好 你体气调整好的时候 你的状况就会比较平衡 你就比较 我们讲说比较健康啦 或者是 我觉得有时候是它的维生素不足 去看西医或中医也好 调一下自己的体质 把自己的身体先调养好 然后再来做 可能会比就是 你要去做什么仪式啊 什么什么好多了 而且这比较实在 不要忘记 身心灵它有一个身字 就是我们身体也要顾好 你的身体 心灵一起兼顾会比较好 有些人呢 他们在冥想当中 会看到一些画面 请问是真实 连接到了其他维度 还是自己的幻想呢 我自己的经验是 我在禅修跟冥想过程中 曾经看过自己 前几世的模样 或是曾经许下的心愿 甚至也看过未来的模样 但如果这些都无法验证的话 你先不要相信它 不要去着相 不要去执取 对 比如说它也是一种更大的自我限制 原来我上辈子是个坏人 那我就觉得 那我这辈子是不是要 就是去报答很多的人 那如果觉得上辈子是好人 那我就觉得 那我理所当然 就会开始有一些高傲的心情 这样其实不太好 是 如果无法验证的 你就不要去相信它 不要去执着它 很像早期我在开始打坐的时候 他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个是真的吗 这是假的吗 是模幻化成的吗 就各种疑问 可是到后来我学会 没有关系 我就当它是一个画面 那么不管真与否 我都不要去太过执着 如果它真的是 模幻化的 那如果你真的去执着于它 你反而会掉入它的陷阱 有一派禅修会认为 佛来佛战 佛来魔战 那我自己觉得 其实金刚机里面 说到一段很重要的话 它其实讲到空性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想要觉醒 每个人都想要自己 找到自己真正的心 OK 我们也可以称之为 空性或讲如来 所以金刚机里面有这句话 如果以色见我 以音声求我 是人行邪道 不能见如来 如果你一直向外求 一直用语言 然后一直用很多的方式 一直去求这些 力量来去帮助自己 或者一直想要求这些力量 来去达到那些东西 其实这些都是执念 那我这里也顺便分享给大家 就是可能有一些 正在像我一样 正在从事这一块修行的朋友们 如果你是收到一些讯息 还是要学会自我判断 判断这个讯息的良善度 如果你觉得这个讯息 它能够帮到你和帮到大众 那么你可以去执行 或者先把它储存在你的一个储存库里 等慢慢的去观察它 觉得有一个比较 算是一个蛮通俗的判断方式 就是你看到这个讯息 得到这个讯息的时候 你的心是光明的吗 是有爱的吗 感受到觉醒或舒服的吗 那如果说这件事情 会让你更加烦恼 或是让你更多的二元隔离 那可能就比较不太好 注意一下 对不要去太过执着于它 可是有些朋友 他就不是像看到画面那种 这么虚无缥缈的东西 他是真的身体有一些反应 比如说他会有 好像过电的感觉 或者是体温突然间上升 或者有些朋友他反应说 他的额头这里会发痒 有些甚至会有一点晕 晕眩的感觉 所以这些状况都是正常的吗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不能说正常的就是说 这个我们叫气感 像我们针灸的时候 会有什么酸麻胀痛 这些其实都是一种气感的呈现 你的气不顺的时候 气机不胀的时候 你透过练习 进行冥想修行的时候 你身体的体气 会帮助自己推动 会把一些不好的气给排掉 所以有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 但是不要太执着 或觉得说 我一定要有晃才好 我一定要有转才好 这个我们也不做任何的批判 因为的确有一些是修灵动 灵山胎的朋友 这个我们并不是说 不能够这样怎样 只是说我们现在要让大众知道说 我们也不用太担心 有这样子的一些体感 它可能就是气急的一种反应 对吧 就是让你气急比较畅通 所以在过程当中 你可能会有一些身体的反应 我觉得都很正常 那身体的热 或是眉心轮这边 这边有一些感觉都很正常 因为这边是我们的脉轮 我们第六脉轮 就是眉心轮 眉心轮掌控的就是你的直觉力 感应力 还有什么 你的睡眠的状态 为什么里面有松果体 中午里它分泌 退黑激素等等的 所以其实你内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脉轮 一个线体在里面 所以本来就有感觉 这很正常 能够看到这里的朋友呢 谢谢你 代表说你真的很有心 想要了解这一块 然后现在其实我们前面 已经来了好多朋友 他们已经要开始这个水晶大会了 所以我也很不好意思 打扰大家时间 我们尽快的完成它 ok 那么有一位朋友呢 他就说他冥想过一次 他灵魂出窍到别的空间去了 请问真的会有这些事吗 也因为这样他再也不敢冥想了 冥想过程的确会有时候容易 有可能 因为当你的所谓的能量场敞开 然后假设你的心性是稳定的 你的姿质是够好的 ok 然后可能有身佛不太的协助 的确有可能会有这样的状态 但是回到我刚才说 要是无法验证 你就不要去执着它 不要去担心它 你反而这些过度的担忧 是你的幻想所造成的 我现在没办法判断它是 白日梦 还是说它是想象出来的 所以这个还是要看到本人才知道 也有可能他是属于 体质比较敏感的朋友 那我觉得如果是体质敏感的朋友 更需要有老师的协助 对所以这个 如果你还想要继续冥想的话 我觉得可以找一个老师 会比较好一点 这就跟我们讲到的就是他冥想时 他身体总会不自主的晃动 到底是好是坏呢 网络上有好多不同的说法 那么老师刚刚有讲到一个是气急的问题 然后第二个是他可能身体不平衡 内在外在不平衡 所以他先找到自己内外在的平衡点 然后第二个就是要运动 你身体一直有这么多的抖动 这么多的就是不平衡 那肯定你就是需要练气 运动练气 然后练一些功法 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 所以如果他冥想的时候 还是会不自主的晃动 也不用停止吗 可以继续吗 不要去强求这件事情 对基本上应该你做越久 这种反应会越来越少 你会越来越稳定 你的心情会稳定 情绪会稳定 能量会稳定 很像我在YouTube上 也会看到有一些冥想 引导的冥想呢 比如说我们要跟宇宙连接 或者是连接高我 这位朋友也是很好奇 他是真的能够跟宇宙连接吗 每个人现在就要跟宇宙连接 是 对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敞开 只要你清理 你不要有太多的执念 每个人都在与这个宇宙连接啊 但是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 其实我们常常说 人最大的距离是什么 心跟脑的距离 你都忘记要跟自己的心连接 你都忘记要跟自己的内在连接 你还一直想要去跟宇宙神佛连接 好咯 反正有点本末导致 先内观 然后再慢慢地去探索这个宇宙的奥妙 对 其实老师刚刚说 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 是因为我们原本就是源自于宇宙本身 所以我们本身都是有这样子的能力 只是因为有很多的这些生活的因素啊 可是最主要还是先把自己先处理好 稳定好再说吧 对 有一位朋友呢 他说每一次冥想入定后 他有提到入定喔 他会看到同样的动物 画面都很立体 金黄色的 请问那是我的守护灵吗 这个我没办法判断 对 没有办法研究 这个我没办法先来跟他说他怎么样 还是要靠他自身的修为去判断 对 如果他一直不断的确认这个东西 人家肯定跟他有缘 但是如果只是他想象出来的东西 执念也会成为一个被他想象出来的东西 这个很像是心理法则 你不断的想 不断的想这件事情 不断的创造这个东西在你的世界里面 那他当然会成真 所以还是以平常心看待啦 那么有一位朋友就说呢 做什么运动可以帮助冥想 因为他可能是脊椎骨 可能有些问题 他说 我是否要找整骨师来调理 或者是运动来辅助 因为我平常就是在中医工作的时候 我就负责处理患者的就是脊椎神经的平衡 脊椎神经其实影响到你的身心的平衡 有非常大的影响 第一个颈椎的压迫 你会容易怎么样 昏昏欲睡 很容易累 然后第二个是 我们颈椎其实像我们的一二颈椎 其实会压迫到前侧的四神经 三叉神经等等的 眼睛酸色 然后很容易就是开始就是 视力有问题等等的 你胸椎的卡牙也很容易造成你的自律神经失调 就是不好睡 开始想太多 然后不忘记怎么放松 就造成每天身体都紧绷的 那自然能量就不平衡 所以听老师这样讲的话感觉 真的好像可以去找整骨石整一整 是是是 调一调自己的身心 就是硬组织跟软组织都很重要 就是并不是只有骨头重要 但是呢 因为大部分人都忘记 都忽略自己的脊椎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脊椎上侧代表我们的阳气 那我们的韦迪孤那边代表我们的阴气 那你阴阳气的平衡 就是像包含脑脊椎液的平衡也很重要 讲到这里 我觉得我想做证 我的脊椎好像歪了 就是每个人都没那么完美 但是尽量让自己去调整 所以说一个是调脊椎 然后调你的肌肉 调你的筋膜 这些我觉得比较基本 那当然去看中医啊 或是看西医去 让自己的身形比较平衡 这个也很重要 瑜伽伸展运动应该都有帮助 那么可是有些朋友说 是不是在通勤的客运上也可以 可以 坐飞机也可以 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 就是需要尝试各地到处飞 所以说我常常在坐飞机的时候 进入到一种流 进入到一种 时间外的时间 空间外的空间 有点像神圣空间的状态 我有一次在坐飞机 回台湾的高空上 突然进入一个状态是 好像跟神性连接在一起 我只要内心出现什么问题 它就马上描答 而且那种描答 并不是一个声音而已 它让你看到字幕 看到画面 然后就完全浪运在你的脑海里面 你清清楚看见字画面答案 而且你是秒懂的概念 老师说的这个部分 是比较可能进阶一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还是要回到最初老师说 先创造一个比较安全一点的空间 和意识心态很重要 慢慢慢慢的你的心态摆正了 我觉得才能够达到可能老师这样子 配合修行 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并不奇怪 但很正常 所以说你在捷运上 你在客运上 你在行进过程当中 都可以进行 也有一位朋友呢 他是说 我们应该要怎样子的一个心态 来面对冥想这件事 因为他的确是有想要通过冥想 来提高他的直觉和感知力 每个人都有直觉力 每个人都有感应力 只是你忘记怎么样去使用它 心性稳定 要好好让心静下来 你自己都没有办法 都没有办法稳定了 你还想要去就是 提升什么直觉力 想要连结高 我连结这些力量 我觉得有点困难 所以先让自己稳定下来 先让自己好好的修行 看你要透过什么样修行方式 其实都可以 是 把基础打好吧 有一位朋友他是在家呢 就是配着音档练习冥想 可是他发现他的心 越来越浮躁暴躁 然后有应该是 然后说是白虎煞 可能是有哪位师傅 有跟他这样讲过 叫他不要在家自己冥想 嗯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OK 但是就是如果说他觉得 他自己有问题 那他就先停止 是 对我是这样判断 没有一个绝对说 你一定要怎样 你一定不能怎样 可是当你觉得不对的时候 你可以随时都停止 对随时停止 请问是有睡眠冥想的吗 如果有的话该怎么做呢 我们脑波是一直在变化 因为睡眠的部分 其实一直在变化 那我们的脑波 其实在进行冥想的时候 会比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但是睡眠冥想这边 目前还没有太多实证的依据 以及医学上面的一些结论 所以我不放心 这就不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终于来到最后一个问题 这位朋友 我要讲出来 我都觉得 我不懂你该不该问 请问冥想时间长的话 可以呈现吗 你觉得可以就可以 我这个表情呢 并不是否定他 因为如果我们追溯到远古时代的话 就是可能那一个时期 修仙的那个时期 如果真的 那个时期是真实存在的 嗯 他们可能也是透过打坐 这样子 来去修行 对 可是如果是换成现阶段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他把这个重点放在成仙的话 我觉得可能 有点 他可以先去问自己到底为什么要成仙 假如他所谓定义的成仙 他是想要自己变得很厉害 这样子的话可能要做一下自己的起心动念 可能他呈现是为了帮助他人 那说实在的 你现在动手去做好事 也在帮助他人 但能不能呈现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让他自己去施政 可是他这个想法 我真的有点担心 就是像老师刚刚说的 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如果他真的只是追求这种力量 真的有点担心他会慢慢就走偏 他有问到 请问冥想可以通灵吗 可以看到异象吗 应该说他可以感知到很多的力量 或者感知到不同的世界 我们讲的不同维度的存在是可以的 但是我还是回到刚刚那一句 如果无法实证的话 如果无法验证的话 你不要太执着 我在套用老师一直在重复的一句话 就是你自己都还没有先调整好的话 不要去追求这些能力 因为他只能够让你整个人越来越混乱 我觉得以放空 然后好好呼吸 好好修身养性 好好运动 去看看中医 看看西医 让自己的脊椎调理好 这样其实会比较好 那最后我觉得有一个穴道可以按 我还蛮常 每次在冥想的时候 我会带大家按这个穴道 叫内观穴 我们用三根手指头去比 对在这边 然后去找两根筋的中间点 它叫内观 它可以帮助你宁心安神 然后呢 可以帮助睡眠 然后它还有一个好处 是可以缓和紧张 那是我们星包巾的穴道 所以非常的好用 左手跟右手都有一个内观穴 所以内观穴多多的按摩 揉压 然后那你稍微要用一点力 对不对 你刺激量才够大 不用戳破它 对对对对 只是用直度去按压 你知道 为什么有些人按穴道有用 有些人没用 其实就是刺激量不够的问题 你就好好按摩可以刺激你的青包巾 然后这个血性 它本身就可以让你宁心安神 让你更快进入安定的状态 谢谢老师 谢谢大家 那其实我们整个主题都是在围绕在冥想 其实我们把我们自己跳出来 我们在看整个事件的时候 其实没有那么复杂 就是冥想就是纯粹你就是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把你自己稳定好了之后 你才能够有这个余力去帮助别人 把自己的心灵静下来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修行 好 今天非常感谢 那最后有礼物要送给你 我还在想我要Q老师 你送到礼物要送给我 对 马上接收到讯息 谢谢老师 这个是我们的创圣护符 就是我戴的这个项链 它是纯银的项链 我们在创办的时候 其实就有这个东西 创造神圣空间的包装 就是你运动带 然后呢你穿着正装带也很OK 925纯银它本身就可以驱除负能量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这个结构 我们讲说图腾的结构 它本身就可以让这个能量比较稳定 所以它可以创造你的神圣空间 就是我发现到这个符号 跟你们无时无刻的那个符号是一样的 对 是的 它的效果其实蛮多了 我们送去实验室检验 发现它对脉轮的提升有帮助 而且是对死我脉轮的提升都有帮助 我们很多疗愈师他们想要让自己的能量比较稳定 他们就会佩戴这个创生护肤 所以里面除了有灵气 那还有一些我们手工雕刻的一些力量在里面 希望你会喜欢 谢谢老师 我知道一定会有很多人问 这个不是广告 这个真的只是我帮大家问OK 就是老师你们有在卖这个 友上灵气的同学他们可能才会比较需要 大部分人我觉得他自己先好好练自己的气 然后让自己明心见性 好好自己修行比较重要 对但这个我觉得是可以满适合修行员的 稳定你的心稳定你的气场 可以开一个保护场 所以你的气场就比较稳定比较安定 比较不会受我们讲说负能量 或是不好力量的攻击 谢谢老师 好了 谢谢大家 15课 谢谢大家 好 群众要求 大家都喜欢看到静豪的 所以我们这一次 在这边给大家看到静豪一下 Hello 好 谢谢 这个就可以放那个结尾的